如果吃了拉筑子或吐的时候 你一定要提出检举 那提出检举的方式有很多 现在email很方便 或是用卫生局的 消费者服务信箱来讲的话 去检举 那你今天检举的话 卫生局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在明天或是后天 他一定会去稽查 大家好,我是范琦 我是路易莎莎 欢迎收看 这个好像也蛮久没有看到 之前有一段时间坐在这里 OK,好那今天我们的阿姨想知道 我们是想谈谈那个食安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发想 就是因为那个保龄茶室发生的事情 我想大家都觉得很震撼 而且这件事情就在苏丹宏之后的没多久 对,然后就感觉上 好像一直出事一直出事这样 对 那个路易莎莎 你平常外食多不多 一半一半 但是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一直让我很好奇 就其实你都知道 大家为什么在 我在英国很常煮 可是回台湾之后会很懒得煮 原因是第一个 煮饭很花时间 第二个你其实自己煮 不会比较便宜 而且有时候还会比较贵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会比较贵 对,这件事情就很吊诡 对不对 因为你看 在英国就是有那个经济诱因 是因为你出去吃一餐 随便吃个东西 就是10磅或是15磅 可是你在家里煮 你可能只要3磅或4磅 可是台湾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OK,可是我觉得在美国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啦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啦 你如果好好煮的话 其实也是蛮贵的 因为你就是 比如说各种食材 你可能要有机的啦 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吃的嘛 可能就吃好一点 对不对 没有,但我觉得 我觉得这关键就在这里 为什么国外的餐厅这么贵 可是台湾可以这么便宜 好,那我现在就问你 你出去吃饭的时候 或是买东西回来吃都好了 你第一个考量是什么 第一个好不好吃 你会很注意说 吃起来会不会拉肚子很安全 我有一件事情 一直很搞不太清楚 就是我真的真的 这我不太理解 就连台湾一样 就是你去餐厅 你只要进到日式的餐厅 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可是基本上你只要路偏摊 你就会对这件事情充满好奇 你就会觉得 比方说我随便举例哦 你是卖吃的 可是你的餐厅的那个灯上面 全部都是苍蝇 或是上面会有很多灰尘 这个东西我就很不能理解 可是生意还是很好 对,生意很好 然后大家都吃 而且好像都没事 所以你就跟着一起吃 对,好 我承认我就是属于那种 是不是 不会特别注意 餐厅是不是很干净 或者是厨房很干净 我真的在这方面 我常常就是 就是好不好吃 然后价钱对不对 我通常就是这两个 好,那你有没有拉肚子 会,而且我是很会拉肚子 好,来来来 再来 拉完肚子的时候 你是想的是 我自己肚子 我自己肠胃不好 还是觉得是餐厅卫生的问题 90%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肠胃不好 OK,可是 可是有些时候实在是太严重 我就会问跟我一起去吃的人 会不会也有问题 那如果跟我去吃的人也有问题 那当然就是餐厅不好啊 那你们会有做什么事情吗 不会 从小到大就不断的 就不断的有食品安全的事件一直跑出来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范姐您会想知道什么 我最想知道其实是 就是我们餐厅一般来讲 职业道德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我们消费者 我确实在 我觉得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干净好了 你怎么知道厨房长怎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知道 就是我们台湾的餐厅一般来讲 我今天去吃吃饭 卫生上来讲 都踩到雷的机会高不高 然后我们一般业者 对于其实饥茶的这个配合度怎么样 我要讲就是说 我的朋友在美国开餐馆 他们也有饥茶嘛 而且他们在门口放一个很大的牌子 就是比如说你要是 卫生很好的 他就是给你个A OK 那B就差一点嘛 C等就很差这样子 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他那时候开一个餐厅 他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 他就 他应该是拿到一个 他可能是拿到一个C等吧 我忘记了 总而言之是 他说他的生意是明显掉了一半 你说他的降 他被降平 他被降了以后 他就 他生意就掉了一半 所以他就很积极的赶快 整个大修 什么整整理啊 什么的 然后千拜托万拜托 那个机察员再回来 再机察 然后才再拿到A 我意思是说 在美国 就是我那时候是在纽约 他们其实对于 这个卫生这件事情 餐厅对于卫生这件事情 一般有的是政府 因为当然法规有规定 那另外一方面是 显然顾客也在顾 对不对 所以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 所以我也想要知道说 在台湾我们有没有 类似的制度 然后 有啦有啦 文文老师 他们其实就是有 实安机察员啦 总而言之 我就是说 我觉得我消费者 当然负一部分责任 但也只是一部分吧 那其他的 比如说业者啦 或政府 做的怎么样 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在看文强安怎么说之前 我们先看我最喜欢看的 就是我们的干爹 母亲节就要到了 大家会送妈妈什么礼物呢 我们又再一次 跟Neo Flame合作 那上一次 我自己使用的是 粉色这个Fika系列嘛 锅子轻巧 不粘锅方面 我跟我老公 萝卜头都蛮满意的 这次团购 有新的Bella Pink系列的铸造锅 我是颜值控啦 所以这一款真的是蛮满意的 尤其这个双耳汤锅的弧形握把 我觉得就很有时尚感 还有其他单饼锅具 圆润手柄呢 是有人体工学设计的 又更加好用 好拿 好使用 那这次Neo Flame呢 也给粉丝的观众很多的优惠 而且下单就会送 圆形陶瓷保鲜盒 前50名下单 买1500元的人 可以获得粉丝的早鸟礼 5月1号到5月12号下单 就可以加购超优惠的商品 如果有买锅需求的朋友 欢迎到我们的影片资讯栏 看更多的团购资讯 感谢Neo Flame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们回见片吧 老师我们先谈一谈 我觉得这个 我想先问一问 就是说 你觉得我们台湾人一般来讲 对于食安的这个意识高不高 还是大家就是 还是说反正不干不净吃了没必 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内的消费者 比较重视的是四个字叫 所以这个餐厅只要做的好吃 好看价钱又合理的话 是他主要消费的第一条件 所以他们对安全来讲 其实大家对于安全来讲 是比较次要的 但是不是摆第一的 OK OK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说 应该算蛮安全的吧 我觉得这个就只是 大家都是体感嘛 那可是像我们研究人就觉得说 他觉得很不安全这样子 大家各自凭自己的直觉去判断这样 可是我觉得是在出了 这个保龄茶室的事情之后 我自己是蛮震惊的 因为就是说 我觉得平常真的了不起 就吃了拉拉肚子而已嘛 这次出了人命了 那保龄茶室这一次这个事情 到底算不算个案 还是说从你角度来看 这其实显示是 我们的死案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我个人觉得保龄茶室 这个应该是个个案 保龄茶室它主要的缺憾就是 它摆在工作台上面摆太久了 所以离开冰箱太久了 那之前它这个原料 可能还有一点变质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遗憾的事 可是我觉得在 如果说我们去看危机的话 我们其实我有个数据 就是说2000年之后 其实台湾有166起大大小小的这个食安事件 平均一年就有七件 七件这么多这样子 而且这只是危机上列出来的 说实在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大家根本 可能根本没有反应 所以又就是说吃了拉拉肚子 吃吃药也就算了 或者去看看医生也就算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以您自己在这个第一线的看法 台湾的食品安全到底算不算安全 我所认为的食品安全是 其性食品中毒跟慢性食品中毒 两个必须要并重 也就是说两个必须在一个均衡点上面 那其性食品中毒 我们常看到的就是吃了会吐会拉 那慢性食品中毒 就是会产生一些慢性病 或是癌症之类的 可是慢性食品中毒 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看得到 那其性食品中毒呢 它非常容易在短时间看得到 所以一般社会上的人 在看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在看 其性食品中毒 他对慢性食品中毒 比较不重视 那慢性食品中毒 主要就是一些添加物的滥用 或是超级加工食品 所以我的看法是 最好两个要取得一个均衡点 这才是一个好的食安管理 好 那所以你觉得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的食安管理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啦 我们谈业者的问题 事实上台湾之前来讲的话呢 就说 因为当年政府刚刚来台湾的时候呢 要经济发展 要经济发展的时候呢 所以政府就流行的一个口号叫做 客厅集工厂 所以以前几乎每一家的客厅都是工厂 那客厅集工厂就没有登记 那没有登记 所以呢 这些业者来污影去乎中 在哪边我们都不知道 那后来勉强来了一个 盈利事业登记证 可是盈利事业出来了之后 可是之前还有一大堆 都不知道在哪边的 那盈利事业登记出来了以后呢 到94年又把它给废了 所以又没有盈利事业登记 所以呢 餐饮业又可以怎么样呢 自由的设立 那后来在食安法上面呢 我们在食安法第八条的时候 才出现了一个叫做食品登录制度 意思告诉你说 你要做食品业者的时候 你一定要进行登录 那登录的时候呢 你把你的资料登录上去 那政府机关才可以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 现在的食品登录 就是弥补以前 很多的食品业者来污影去乎中的 这种一个补救的措施 所以说是我们的食品管理 现在就是说各个是讲说我们现在目前的制度嘛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业者我要去登记 就是说我在做什么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你登录了以后呢 你要把你的资料 你的负责人 你的地址 你的联络电话 还有你所生产的食品项目 比方说我这个餐厅 至少你菜单要上去吧 那你菜单上去了以后呢 你菜单所使用的原料的成分 那要把它给上去 那你的原料是跟谁买的 你上去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他就会在食药署那边有一个连结 那食药署那个叫战情中心 有一个连结 如果你的上游的厂商 使用了违法的一些的原料的时候呢 一连线就可以连到了 登录了以后 政府一定要知道 他登录的数据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政府怎么样呢 稽查员就要去他公司 或是他的餐厅 或是他去确认 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没有确认的话 我相信 以我们台湾人的经验来讲的话 登录不切实应该是很普遍的事情嘛 所以这个后面可能就会变成一个 真正问题的发生点 好 那这是登录的部分 就是说那稽查 就是说好你登录了 我看你这个讲的都 有没有实在 这样子 OK好 那现在就没登录的这一块 怎么办 所以呢 政府一定要辅导他去登录 那怎么登录呢 我举一个 现在有些部分的卫生局 他做的比较好的就是 你小的食品业者不会用电脑 那我现在有很多志工嘛 我就去找一些大学生的志工 然后我把你这些小的业者 全部集中了 集中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我就在你面前 我们两个来共同登录 所以这些志工本身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会花五六个小时时间 两个共同登录 把你给登录完成 那这个后面 他可能又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登录完成了以后 他可能菜单又变了 所以变了以后呢 他要再重新登录一次 或是要更正一下 那有没有办法去重新更正 这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怎么样呢 就是卫生局 如果他能够建立一个 很好的志工的制度 那志工他本身分组 每一组他负责哪一区哪一区 那你负责那一区的时候呢 你经常的不断的去反查的时候呢 可以让他一些登录的资料更新的话 这时候对我们的实案 比较有一个保证 通常机查怎么样进行 我们现在不要讲说我们就是一个餐厅 我们就进去 然后通常是怎么样进行机查 机查员去机查的时候呢 首先他要出示他的机查证 他说他是卫生局的机查员 如果没有卫生局的机查证 业者可以拒绝 那进去了以后呢 他首先就要看这个餐厅 他第一个 他要先确认他有没有登录 那登录的确不确实 OK不确实的时候 第一个他就会列入缺点 然后呢 这个时候他要看他也没有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那如果都有的话呢 再来他的员工体检 也没有体检 这时候一般的资料都过了 然后再来是你的厨师证 数量也没有符合规定 你的卫生讲习也没有参加 那这些都是一些书面的资料 这些书面资料都没有问题了 以后呢 这个时候他就到现场去机查 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 他就抽验 那抽验的话呢 机查员 他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现场本身来讲的话 他有三个区域 叫清洁区 准清洁区跟污染区 就说我们任何的食品业者 他的厂区一定要分成三个 清洁是最干净的 准清洁区是刺干净的 污染是最脏的 那就是污染区是干嘛用的 污染区的人就是最脏的嘛 他洗碗洗菜啊 洗碗洗菜的那种是属于污染区 污染区的人在厂房乱跑 就把脏的整个工产都污染了嘛 那清洁区通常是干嘛的 清洁区就是准备这个东西要包装了 都做好了 要包装了 要上菜了 所以他的空气一定要最干净 落尽数一定要最少 所以这种叫清洁区 清洁区因为他最清洁 所以他人可以到准清洁区 因为他可以从清洁的到比较不清洁的 那比较不清洁的可以到污染区 这从干净的到脏的 可是你到了污染区以后 你是要再进来清洁区的时候 你整个人要重新清洁过 才可以再进来 对对对 好 这样我听懂了 他去的时候怎么样的就是 如果你一个污染区的人 你全场满街跑 那你就把脏的都带了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厨房在设计的时候 很多厨房 他不是专业的 所以他就怎么样的 搞了一个叫做 就是操作流程逆向 所谓操作流程逆向 就是你看很多的餐厅 一个厨房 他前厂服务生把碗盘收回来 他就在门口那个地方洗 所以他门口是洗碗 那叫污染区 他的菜从后门进来 后门是洗菜 后门又是污染区 他在中间操作 那中间叫清洁区 所以清洁区出去全部都是污染区 这叫天罗地网 你根本躲都不掉 所以这个东西 这种厨房设计就是 你要不想中毒也难 好 所以稽查员到现场去之后 先判别 判别完了之后 然后呢 稽查员还要做什么 很多啊 他还要 比方来讲 他的油烟机 他的油烟处理适不适当 他的废水 节油适不适当 还有他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他切 他的砧板 也没有交叉污染 他也没有每做下一个不同动作的时候 他都有洗手 那他在炒菜的时候 他也没有危险动作 这些都要看 餐厅两点钟下班了 两点到五点是空班的 整个厨房都是空的 可是厨房空的时候呢 你去厨房看 他通常很多的厨房 空班的时间是最脏的时候 因为他前厂的碗盘都收回来以后 都没有洗 就搁在那地方 或是他要准备下一餐饭的时候 他把所有东西都泡在水池里面 那泡在水池里面去解冻或干什么 造成很严重的交叉污染 所以两点到五点空班的时候 这个时候最脏的时候 你去稀查 去稀查之前要先通知他们吗 说我今天要来稀查了 还是说都是突击的 原则上是不要通知他们 可是有部分的会通知 什么样的情况会通知 就是因为人在久了以后 都会 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并没有实质上的规定 但是像我去稀查的话 我不会通知你 OK 我觉得这好像比较合理 通常就是 不然你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不对 就是如果说知道稀查员要来 可能会特别表演一下 不是吗 通常会 我觉得这人之常情吧 基本上他知道你今天来的话 他昨天会 稍微整理一下 对不对 打扫出一下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不要通知比较合理 当然 所以这稀查的话 它的有没有什么优先顺序 那是有登记的才稀查 那没有登记 像小吃店那种稀不稀查 食安法呢 它依据食安法的一讲 所谓食品业者 就是你有从事食品交易行为 他不管你也没有登记 那你有从事 换句话说 你卖食品给人家 你有收人家钱的 他就叫食品业者 就可以去稀查 就可以稀查了 那稀查的顺序 基本上说起来的话 就第一个 大概 最比较多的 第一个顺序就是 他消费者检举通报 有异状发生的时候 这个稀查顺序来讲的话 他是比较优先的 或是有一些上级交办的很齐的事情 那他必须要去做的话 所以其他的大概来讲的话 他出去稀查的时候 他就安排路线 依据他的路线的方便性来做 有多少餐厅是从来不会被稀查到的 比例上来讲 就是应该有吧 就是从餐厅开了到倒了 都没有被稀查过 这应该有了 有了 比例高不高 一定有 我觉得应该是有了 而且蛮常见的 蛮常见的 那稀查不及格的时候 这个餐厅会发生什么事 基本上说起来的话 餐饮业者他有两个法规 可以进行裁罚 那第一个是依据食安法 第八条第一项 我们叫做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那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来讲的话 他是可以限期改正的 限期改正 那你可以看到 在电视上面经常 这个县市卫生规范准主管讲说 可以罚到两亿 那这个两亿是依据 食安法第八条第一项来罚的 那不可能罚到两亿的 这个是说说而已 那第二个是依据食安法第十四条 十四条叫做 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 这个是地方法 他是立期罚 立期罚 他不给你机会 他立期罚你 就立期开罚单给你 所以呢 删法在罚厂商的时候 罚餐饮业者 他就出现了就是 可以让你限期改正 可以让你立期罚 那到底是要限期改正 还是要立期罚 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才华空间 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在罚则上面来讲的话 应该有他的统一性比较会好 那你如果没有统一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就容易给人家 一个缓冲的空间就不太好 谁决定要怎么样罚 我觉得 七查员应该有全决定吧 那所以应该 你说应该 所以现在不是 机查员决定吗 所以是谁决定 所以呢 现在机查员大部分是 依据食品良好证规范准则 然后呢 食品良好证规范准则准则 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改善通知单给他 那改善通知单给他 之后他告诉他说 你必须在哪一天改正 那你改正 这时候他再来机查 OK 所以呢 现在是立期罚的比较少 都给你一段时间去改正 OKOK 通常就会改正吧 还是不会改正 基本上厂商都会改正 只是你叫他改正的项目 是不是真正的key point OK 那如果你叫他改正的 只是这边这个垃圾桶没有加盖 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有些重点该改正的 还是要这个点下去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重点要改正 是像什么 像我刚刚讲了 就是操作流程立项 是没有办法改正的 因为整个厨房要拆掉 那他就要拆掉 不然我觉得是吧 那你整个厨房拆掉 他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不可能做到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如果有经验的机查院 我们必须叫他怎么样的 设计规划一个安全走廊出来 给他安全走廊 让他不会造成交叉污染 这时候他就不必拆掉了 所以还要教他 当然要教啊 OK 所以一个好的机查员是怎么样的 就是让整个业者 食品安全卫生水准提高 然后他的营业额也提高 他的利润也提高 一起提高的 那如果一个普通的是怎么样的 就是叫大家不断的去投资 投资在食安上面 可是他的营业额却越来越低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我来讲的话 我去机查的时候 厂商水准会提高 他的营业也会提高 大家都高兴 你知道这是最好的 OK好 那现在目前在现场上 是这个状况吗 比较难说了 OK 我们再看就是说 这个台中市主机处 他在2020年出具一个市政报告 他就讲说 他说他当年机查了6800间店 但是其实台中市食品业数量 高达88000多家 平均10多年 他才会机查到一次 那台北市其实类似状况差不多 他是63个机查员 要查61000多家的食品业者 所以其实够吗 我觉得这个检验能量够吗 我要强调一下 7查员是永远不够 你再多还是不够 所以本身来讲的话 要建立一个7查的制度 那我们有一个叫CHP 叫食品业务生规范准则 你符合这个的 也可以频率拉长 那又有一个叫做 食品安全管制系统 那再来还有一些优良标章的 像农委会有CAS OK 然后又有TQF 以前有GNP 现在取消掉了 那国际现在水准最高的SQF 有这些优良标章的 你7查比你都可以拉长 可是你如果经常到 那有这种优良标章的比例 占多少 应该很少吧 这个像我们的CHP 叫食品良好物生规范准则的 在台湾来讲的话 就有2万多家 全台2万多家 这个时候你的G查频率就可以拉长 那HACCP它目前来讲的话 也将近数千家了 所以G查频率都可以拉长 OK 如果这些比较算优良的业人 你的G查频率很集中的话 那就表示你偷懒嘛 你只是想挑好吃的去做嘛 这样不可以这个样子的 训练G查人员的时候 通常他们要上什么课吗 或者是说他们的养成是怎么样的 G查员的教育训练 第一种就是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 他可能要做一些简单的教育训练 那再来就是一个routine的教育训练 你刚刚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G查员本身的程度很重要 所以我们普遍来讲程度好不好 G查员是这样子 现在约聘的都是专业科系毕业的 那专业科系毕业的 那你问我说怎么样 程度好不好 答案是学识够了 可是经验还是很缺乏 那经验缺乏 那G他本身是约聘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他大部分是要听命于长官 OK 我看这上面写说 就说G查员他的流动率非常的高 事实上来讲的话 现在因为食安的事件太多了 所以很多的长官脾气也不太好 所以也直接影响到G查员 出去的一些情绪的问题 所以离止率很高 是必然的现象 我可以跟主持人报告就是说的 现在G查员出去脾气也不太好 那他们上班的时间又很长 OK 早上一大早上班 现在上班不是8点了 上班可能7点多6点多就要到了 然后晚上回家之后 可能11点都回不到家 既然G查员说真的 四个字家破人亡 像我以前 我们三聚清安的时候 连续15天没有回家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要重大事件 都是G查员最惨的时候 为什么三聚清安那一次 会高到15天的没办法回家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 因为三聚清安是从中国大陆 有一个河北省 石家安是化二化工厂出来的 那三聚清安本身 它是一个化学物质 这个化学物质里面含有6个蛋 所以造成很多人要 胜就造成非常不好 你的检验方法是检查蛋的含量 所以当年怎么样呢 很多人在检查蛋白质含量的时候 我今天我果汁存不存 我验它的蛋白质 那你验蛋白质的时候 我就加别的嘛 那就把你骗过了 我懂得意思 你就是说政府在检验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告诉业者 你要怎么做 不然的话业者就会找尽办法 来找漏洞 通常检验东西来讲的话 它有很多方法可以检验 可是政府不可以告诉人家 你使用这一种固定的方法 你如果用这一种固定的方法的话 人家一定找机会破解你 您觉得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 这个食安管理的方式 你觉得最需要改进的是哪些 我个人是觉得 像我们这一次的 那个 苏丹宏的事情 苏丹宏的事情 你到网路上面去看 去年跟今年 食药署在海关上面都有拦截到 而且拦截的次数 如果没有记错 大概是五次 换句话说 食药署知道也不效厂商 他进口了苏丹宏的这个食品 OK 那食药署在市场上面 也有拦截到 你在海关拦截到 你在市场上面也有拦截到 换句话说 这个事情应该是很好处理 它不应该变成大事件 因为你两边都拦截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只要一发动全国的卫生 你去击查的时候 捷戏同时出动的话 这个事情马上会消声匿迹 他就不敢用了 对不对 他就会 进口上也不敢进了 所以我第一个就讲 就是说 政府 如果知道有一件事情 已经在慢慢的 要扩大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全面的去把这个事情 把它处理掉 所以我们这次政府就是没有处理 速度稍微慢 速度太慢了 那他就扩散了 他就扩散出去了 所以说第一件 第一个就是说 一看见一个苗头的时候 就要马上把它扑灭的意思 这是第一件事 这个时候 你第一时间 你下手去做的时候 他最省人力 第二个事情就是 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苏丹宏 这个不肖厂商 他是在高雄市 某一栋公寓里面 然后呢 他在那个小小的地方 有九家公司 那这九家公司 都是他的亲戚 一起在经营的 很小的单位 卖了相同的产品 为什么叫九家公司 所以当你在设计网络 在设计电脑系统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再连到一些 像Google mail上面去的时候 这么小的地方 九家相同的公司 一刷就出来了 可是没有抓到 OK 所以呢 我觉得政府单位 应该有警觉性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再来就是市场上的稽查 市场稽查 我们稽查目前的制度有两种 第一种叫 集中管理统一运用 稽查员集中管理统一运用 那我今天 我的稽查员 如果像我新北的话 如果都在板桥的话 那你说我如果到平林 是不是很远 所以呢 有些县市 它就是分 就是注点管理 可是注点管理又有缺点了 就是注点管理呢 如果我在那边注点久了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嘛 所以我跟业人很熟了 所以感情用事的时候 更容易产生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是怎么样呢 就是 其中管理统一运用 它有缺点 可是注点管理也有缺点 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个 比较适中的方法 你可能要一种 轮掉 对 轮掉制度 才不会产生这些缺失 那你自己本身 展观去督导的时候 去督查的时候呢 这种制度也要建立起来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再来就是 稀查员的程度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 它的知识没有问题 可是经验可能欠缺 那我问你 餐厅如果没有蟑螂好不好 还是好吧 我觉得这样还是 不能有蟑螂吧 我只问大家一句话 你家有没有蟑螂 我家当然我家的没有 我家真的没有 所以你表示说 你很少开火 你知道不好 如果经常开火的话 大概都有蟑螂 蟑螂是一种 很容易生存的生物 你知道吧 那餐厅 有蟑螂当然不好 我在讲 餐厅有蟑螂不对 可是餐厅有蟑螂 没有蟑螂 可能更是不对 因为它可能加了一些 不该加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你怎么样呢 你七叉员就要有这个实力 去找它可能违法的东西出来 OK 再来你在抽验的时候 你如果 你不分青红招牌 都在抽验 那你收到 检验室去的时候 95%以上都合格 那检验室也觉得 没有成就感 所以七叉员 听起来也浪费 对 就浪费一些检验的 那你如果 在七叉的时候 七叉员可以事先筛选 可以事先筛选的话呢 然后你针对 比较可能不及格的 你送到检验室去的时候 就比较好一点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政府一次公布就说 现在呢 抽验美国猪肉的摄受精 抽验了几万件 都没有摄受精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业务就可以停下来了吗 为什么 因为你在抽验下去 还是没有 可是抽验的钱 一直在不断的增高 你可以把这个钱 拿去做一些比较 其他的事情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个人讲 第二个就是 你检查员 本身一定要先事先筛选 OK 那再来对业者 你知道 你知道 业者 你来检查他的时候 他希望你真正的 能够 让他的缺失点出来 而且他这个缺失 他可以花最少的钱 去改进 我举个例子 我的厂房里面 有一只老鼠 那这个老鼠 你怎么让我 把这个老鼠 变成不见 他有贵的方法 有便宜的方法 所以当你看到 这个小厂商 你就用便宜的话 叫他 然后如果 这个大厂商的话 他出了几价的价钱的时候 就用比较好的方法 去教他嘛 所以个人来讲的话 就是说 你必须让厂商 用最合理的投资资本额 去得到最大的回收报酬益 这时候你再去教他的时候 他才觉得比较高兴一点 可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检查员 要负责交业者 这个是他的义务 还是他是 是怎么讲 额外做的事 想法里面的 食品业务生规范准则里面 就有规定的 就是食品业者 每年至少要接受一次卫生奖息 那如果是厨师的话 他每年至少要接受 八小时的卫生奖息 所以呢 这个是法规上面的规定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答案就是 因为很多的东西都是新的嘛 像今年的 除丹红 班克列酸 都是新的 所以 今年他们来参加卫生奖息的时候 这些都会列上 列上了以后 你就知道防治的方法 你以后就不会有这些缺失出来 可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样子的话 他以后都会产生一种 这种隐忧的危险出来 那商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老师你从你的经验来看 你觉得我们业者普遍来讲 有没有良心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一个行业里面 普遍大家如果都有职业道德的话 他的第一个 我们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去做机查 做inspection这样子 就是他的基本的这个职业道德是高的 整个产业来讲 是高的的话 就不用那么花那么多力气 可是我现在用着你的经验来讲 你觉得我们的业者一般来讲 这个职业道德高不高 我只举个例子来讲 我做一个餐厅的 我如果厨师吃槟榔 你知道厨师最重要的就是味觉 那吃槟榔以后 他的石灰 他的老藤 把他的味觉给破坏掉了 那厨师没有味觉 就等于军人没有第二生命 那厨师没有味觉的以后 他用天然的调味料 他会觉得很淡味 所以他一定要化学的调味料 可是化学的调味料就很伤人 所以我不必厨师 讲说他有没有良心 我只要看到他嚼槟榔 我就知道他不适合这个行业 再举个例子 我今天到一个工厂里面去 这工厂整个蒸汽到处都是 你知道病原菌最喜欢的就是高热高湿 很多的工厂 他的二重斧 他的二重斧 这个二重斧 他在排水系统的时候 他没有适当的排水系统 那二重斧是一个高温高压水 一排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全场都是水蒸汽 那全场都是水蒸汽的时候 他在讲他有道德 那都是骗人的 感觉上好像没有良心 无良业者蛮多的 这个不好意思去做评论 你知道吗 但是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我去一个食品工厂 我可以跟你讲了 就是我三分钟我就可以看出他也没有良心 比例高不高 我是真的要讲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普遍上来讲 就是我们无良业者到底多不多 老师你质疑这么久就让我觉得很严重 没有啦 我特别强调就是 一般的食品业者大概都会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就是比较道德的 第二个就是比较入味的 比较入味的 比较入味 就是好看好吃又便宜的那种 所以像我如果卖这个东西的话 一个它会有一部分是天然的 那一部分来讲的话是属于叫做 Ultra Process Food 你知道超级加工食品之类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所看的时候 就是说 你就尽量叫他不要去做这些 对身体比较健康不好的东西了 好 老师我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可以做什么好了 就是说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 我觉得靠机查好像也不切实际 因为我们机查人员也不够 然后量能也不够 然后经验也不够 然后这个业者看起来 要靠他们职业道德也不靠谱 所以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可以做什么 如果在一般食品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经验 来做判断 如果是到一个餐厅去吃饭 我先在这个餐厅四周先走一下 如果这个餐厅 它在操作什么的 都在室外的话 你要知道室外 你的老鼠什么的都去除不掉 所以这个再好都是骗人的 这第一个 在四周走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餐厅 就是在外面洗菜洗碗 或干什么的 这个餐厅就不要去了 第二个餐厅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餐厅写的一个叫做 闻香下 所谓香 你在屋外闻到的香味 就代表这个餐厅的气流已经乱了 那餐厅的油烟不会乱跑的 怎么会闻香下 这闻香下 就是一个骗人的名词 就表示它的油烟处理 这个都有问题 这样子 是 再来 你到这个餐厅 四周走一圈的时候 你看它的水沟 它的水沟 如果它的水沟 根本没有节油设施的话 水沟怎么样 全部都堵死了 或是这个餐厅 它把排油烟的进了水沟里面 它没有经过处理 它直接爬到水沟里面去 排到水沟里面去的时候 这时候 它以为都看不到 可是油烟进入水沟以后 因为温度降低 所以那个油会凝结 凝结以后就挂在水沟壁上面 那越挂越多的时候 这时候台风天的时候 这时候四周都开始积水了 这种餐厅根本就是属于一种 不道德性的行为 所以不要去助长这种不好的餐厅 我刚才讲 很简单的去分析一下 OK 那食品厂的话 我跟民众讲一句 非常简单的话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添加物 上面有出现酸 酸 那个酸那个字出现三次以上 你这种食品就要减少使用 因为你在大量使用的时候 虽然是好吃 可是它对你的身体 慢慢会产生一些慢性病出来 老师 你就是这几十年下来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食安的情况 有没有改进 还是在走下坡 我个人觉得 食安法第一个 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所以呢 食安法一定要是一个无漏法 可是如果食安法有很多漏的话 有很多漏洞的话 那就不太妥当 可是老师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食安的情况 你觉得是这几十年下来 你觉得我们有改善吗 还是有恶化 我刚才讲 第一个是法规的问题 所以你觉得我们法规设的不好 可是你每次这样讲的时候 我都会往坏的地方想 我这直接下一个结论 就是说你都是不好意思讲 可是其实就是恶化 我是觉得 食安法 基本上是 因为我们在立法的时候 我们就很讲究说 你的执法绝对不可以逾越母法 那执法逾越母法的话 执法无效 可是这个规定 也没有彻底执行 那目前来讲的话 执法逾越母法 执法仍然在执行 可是执法过度解释母法 母法没有授权的 你执法过度去解释的话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些 食安法的缺失就出来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食安法的添加物 他添加物就说 他告诉你 互方食品添加物由单方组成 那单方食品添加物 必须要由 我们有经过 许可质号的 这个添加物 我们才可以使用 那所谓许可 就是政府许可 可是到细者里面 这许可就变三个解释 他第一个是许可字号 第二是登陆字号 第三个是食品添加物 使用范围纪现代标准的编号 所以可是母法只讲了一个 叫许可字号 可是到执法去的时候 就出现了编号 登陆字号 我觉得这两个就逾越了 那逾越了以后怎么样 它就会造成比较滥用就出来了 因为在管理上就会产生缺失 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是不是觉得吃坏了 或者是吃了有问题 真的要勇于检举 我跟你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 如果吃了拉肚子或吐的时候 你一定要提出检举 提出检举的方式有很多 现在email很方便 或是用卫生局的消费者服务信箱来讲的话 去检举 那你今天检举的话 卫生局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在明天或是后天 它一定会去棲查 那棲查了以后 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回报 我个人觉得 这个如果有吃坏的话 一定要勇于检举 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来跟我们谈这么多 这个有关食品安全的 我不够专业 这你还不够专业 那我们怎么办啊 那我们讲一下take away好了 那我要讲 我觉得我最重要take away就是说 我感觉 就是今天跟他讲完之后 我觉得我们一般餐厅业者的职业道德 这个地图怕要开出来 一般餐厅业者 对 我说实在 我听了以后 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一再问 他的态度都非常质疑 让我就会觉得说 我感觉上那个答案好像是不大 而且我们必须要讲 其实今天在讲的时候 其实食安鸡查 不只是有鸡查餐厅 还包含这个食品业者 跟这些原料业者 现在好像 温常老师没有办法 给出一个很具体说 我们的业者 这个量 都非常的 秉持着良心在做事 对 然后这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 我的问题不是 他有没有符合规定 我的问题是说 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我为什么讲 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觉得职业道德 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在业界 大家普遍有一个标准的话 其实我们不用花 那么多力量去鸡查 就是说他的成本会降低 整个社会的成本会降低非常多 如果尤其是职业道德建立的话 我觉得消费者也会有一定的信心 这个成本又会再下降 所以这个为什么 我一再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然后没有得到答案 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得到答案 就是让我有点忧虑 可是我觉得反过来讲 其实如果说有钱可以赚 那到底要不要让消费者吃好的东西 或者要不要让消费者 吃到卫生东西 我相信所有的厂商都是愿意的 所以回过头来 其实我觉得我们开中民 那时候在问的时候 文老师有讲 台湾其实非常注重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态度 而且还要好吃 那好吃永远放到第一位 那这就很麻烦啦 就比方说这个 这个魔芋爽好不好吃 好吃啊 可是它很多添加物 那我就让我想到 国外的餐厅如果这么贵 可是台湾餐厅可以很便宜 或是路边摊可以很便宜的话 那到底中间牺牲掉的 这个成本压缩 到底是压缩在什么东西上 是人力上吗 是食材上吗 是这个我们比方说 环境的卫生整洁吗 那包含其实文老师有讲到 这个餐厅有分 所谓这个清洁区 半污染区跟污染区 所以后来他跟我讲完之后 我就去看到 只要是有在外面洗碗的 基本上我就真的就不敢吃了 对 我其实也是今天谈过之后 我就会觉得 我自己要多注意啊 就是说因为我真的觉得 如果我们觉得食品安全很重要 我们一再要求的话 我觉得政府的法规会跟上 因为我们消费者嘛 我们一再要求 就是像保龄茶室 你觉得不可以再发生 好 比如说这样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再的要求 我觉得政府会跟上 政府一跟上的话 我觉得业者就会跟上 但我觉得同时另外一件事情 就像范姐之前讲嘛 粮食成本 如果粮食安全是有成本的话 其实食品安全也是有成本 就是为什么你去餐厅吃 可以比在自己买 自己煮还要便宜 那这个压缩的东西 到底在哪边 我觉得就是大家愿意去花这个钱 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外食费 住宿费已经很多啦 那这不想在外食费上花很多钱 可是那你就自己 如果你重视的是食品安全的话 你就自己要愿意 以消费者来说 你要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 如果被压缩了 它会在哪边 那其实我觉得 之所以会一直出现这种 肚子不舒服啦 或是这个卫生有疑虑啦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明显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花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 OK 羊毛真的出在羊身上 那好了 那今天对我们讨论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非常欢迎来告诉我们 那留言告诉我们 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应该要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内 谢谢大家